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,口罩实名至2.0第三轮自今天开放登记网购口罩,到周五晚间80截止,民众可使用健保卡,自然人凭证获健保快一通APP进行认证预购口罩。 行政院官员今天中午受访表示,口罩实名至2.0将在9日开启新功能,民众可持健保卡到超商预约,并在之后取货,但初期只开放原本在网络上预购过的民众续订购,待系统稳定后再全面开放预购。 由于各界的意见不少,行政院谨慎推动实名至2.0。 政院官员表示,开放实践保卡到超商预购口罩将分阶段实施,初期只开放原本在网络上预购过的民众续订购,至于何时全面开放可在超商预购,仍待讨论决定。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宣布9日起,小孩从原先一周五片,改为14天10片,大人从一周三片,改为14天9片,可一次购买两周的量。 口罩实名至2.0第三轮必须在6日起。